公主,查到姚灵芳那宅子的具体情况了。 说,之前虽然查到那宅子在侯爷孤爹名下,但这次细查,却发现出资买下这宅子的却另有其人。 哦? 但那人究竟是谁,依旧没有查到。 不过查到了,那芳中院子住的是一对孪生姐妹花,姚灵芳中多是一些高官贵族,所以查的就慢了些。 房中少有人见过这对姐妹,只有几家买菜嬷嬷偶尔遇到过。 后来探查的时候,看到两人去了西市,奴婢灵机一动去西市打听了一下,没想到还真打听到了。 这两人名唤孙盈玉和孙盈莲,是。 木珍看了眼安城长公主,是侯爷孤爹大哥家的两个女儿。 两人应当是嫁给了同一个人,又有四个女儿,经常会带着孩子去西市和盛平街走动,听说是阔气得很。 只不过没能查到两人丈夫的身份,不过听说是一位江南山谷,有钱得很。 那四个孩子多大了? 听说有两个十岁了,还有两个八岁的。 十岁?八岁? 她嫁于沈万琪到今年也刚满五年,可那外事的孩子竟然已经十岁了。 给本宫派人去查,查查沈万琪考取公民之前的事情。 公主师说,那四个孩子是…… 给我去孙家搬进京城之前住的地方查,还有沈万琪的老宅,特别是当时那些邻里街坊,给本宫好好的查。 孙家,孙家,沈家,好得很,好得很。 来人,将本宫出嫁时,从宫中带回来的嫁妆,全部抬回本宫住处,以及本宫的实税,以及名下所有店铺、银号、当铺的收入。 从今以后,与沈家无关。 安城长公主去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沈芝芝,孙富秋雨一定要一直守着。 而后,便拿着钥匙也去了福库。